我是Yummy妈妈 我们现在要做点心 这个是薰衣草口味的饼干 这个是玫瑰花口味的饼干 这是现成的 冷冻的很方便哦 你这样买回来 先把烤箱预热 200度 10分钟 然后再调成 170到180度左右 然后这个呢 你只要把它拌开 然后冻成一颗一颗 把它拌成一颗一颗 因为它已经弄好了 然后它比较硬的话呢 可以用刀子的刀背把它拨开 用刀子要小心哦 然后把它拨开之后呢 把它摆平 然后放到烤箱去烤 烤个13到15分钟 就会像这样子 然后再给它放凉 就可以吃咯 好 那等一下给小宝贝吃吃看咯 把饼干放到中间的部分 放进去 盖起来 已经听到刀咯 我们要拍 哇 这次的时间 大概是13分钟左右 所以它颜色比较白 好烫哦 等一下我找一下 东西一起帮忙 找不到我的抹套 我照应用不过 来 登登 有没有比较漂亮 嗯 然后把它放凉 就可以放到盘子里咯 好 等它全部放凉了 就可以把饼干收到盒子里 等一下拿出去给小朋友吃吃看咯 小宝贝 你吃吃看妈妈 妈妈做的饼干 这是什么 你吃吃看嘛 好吃吗 嗯 姐姐你吃吃看 玫瑰 对 玫瑰 好吃吗 嗯 好 老伯很久没做点心了 你吃吃看 有咔嚓咔嚓的声音耶 三颗就好 好 好吃吗 好吃 这就是妈咪今天的小点心 拜拜 拜拜 拜拜